新年来了 过年了 过年好 辞旧迎新 在火热军营过年 是一种什么体验 还没组织一下 军商营动会怎么样 过年好 过年好 欢天喜地 年味浓 整个代弹 战味足 军师技师记者 兵分多路 踏上风雪边关 海岛少卫 走进热火朝天的训练场 记录一线官兵 坚守战位 守望万家灯火的 别样春节 他们的年夜饭 到底会是怎么样的 现在已经让人 十分期待了 真是受不了 林亚三十多座 张嘴都飞气 我们在黑河好花脸 我们在小白羊上所 在兽足北京 祝全国人民 新春快乐 新春快乐 祝伟大祖国 祝伟大祖国 白龙超胜 国态民安 新春佳姐之际 军师技师 清醒推出 八集特别节目 新春走军营 敬请收看 本期播出 第一集 各位观众 大家过年好 今时即时 新春走军营 系列节目 又要启程了 刚刚我们已经驶离了 位于浙江省 周山市的海港 我们即将前往的是 圣四列岛 在圣四列岛中 有四百多的岛屿 兴落起步 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是叫做花鸟岛 花鸟岛听上去 竟然觉得非常的漂亮 但其实这座小岛不仅漂亮 而且战略位置非常显要 经过了将近四个小时的行情 记者即将抵达花鸟岛 花鸟岛位于周山群岛的最北端 这里远离大陆 是我国东部海防的前沿要地 现在我们就已经到 大家能看到远处的这些房子 本抓都非常的漂亮 如果说是夏天来 景色是跟现在看到的不一样 其实花鸟岛是一个类似于 网红景点 那么一个非常受人欢迎的地方 花鸟岛面积3.28平方公里 如果开车的话 15分钟就能横穿全道 临近春节 尽管现在岛上的游客很少 但返乡过年的人却逐渐多了起来 和大家轻松喜悦的心情相比 海防连队的官宾们 却一直保持着紧张的执勤状态 刚一来到连队 记者就赶上一次官宾们的巡逻任务 岛上的话像岸滩 丛林 包括那个礁石 各种地形都是有的 花鸟岛虽然并不大 但巡逻路却并不好走 官宾们要检查的都是些 很少有人去的偏僻地带 道路崎岖难行 走在礁石堆上 不熟悉环境的人 很难找到下角的地方 所以参与巡逻任务的 一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 但有一名战士 却是刚刚当了一年的兵 他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呢 吴浩泽是连队里的尖子兵 尽管入伍才一年多 但在不久前 他在全旅的比武竞赛中 接连打破400米和1500米跑的 两项全旅机构 作为一名年轻的战士 他的军事素质的确让人惊讶 不过在连队战友看来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像周末或者节假日 小吴他会带着富重卫星 在岛上搞一个环岛的长宝听练 只要是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 不断地付出 不断地磨力 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岗位上 干出彩 干出成绩 吴浩泽来自贵州同仁 从小就喜欢在山区里跑步 因为我们那边坡也是比较多 然后经常走路就比较慢 然后经常就喜欢迈开屋子跑 吴浩泽以前从没见过大海 如今当兵从大山来到海岛 吴浩泽不但喜欢上了岛上的风景 更喜欢上了在部队的生活 很享受的一种过程 很亲近的一种感觉 我们连队的班长都比较优秀 然后想快速地追上他们的步伐 此刻吴浩泽还不知道 就在几天前 部队的领导专程去了他家 苏阿姨海岛那边 海边你们这边有没有去过 没去过 其实挺想去吧 就是路程有点远 还有一个最大的估计是什么呢 去了过后是不是会影响孩子 在部队的训练 苏阿姨如果你们方便的话 跟我们一块走 原来吴浩泽当兵只有一年多 就荣立了三等功 为了鼓励更多的战友精勇强领 部队决定接吴浩泽的父母来队过年 今天可是一个大日子 因为再过几分钟 小吴的父母马上就要到 他们从贵州同仁 跨山越海千里漂都赶到这里 他们马上就要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我看你这回也穿得特别的正式 把长服都穿上了 我觉得来接叔叔挖姨的话 一定要盛装出席 对一个幼名来讲 在他军女生涯的第一年 就取得这样的成绩 是非常不易的 自己他肯定本身 也有很多的进步 很多的变化 我也很期待 我看到儿子 看到有这么大的变化之后 他们是怎么样 一个新型的表现 接到吴浩泽的父母后 大家就立即赶回了营区 营区内 吴浩泽的立功授奖仪式 准备就绪 此刻 吴浩泽根本不知道 父母已经和他近在咫尺 吴浩泽的变化之后 再有一两分钟 他们就能见到 军控战会 安在敌尖儿子身上 对叔叔来说 会让感觉大家可以想象 现在我们不敢出声音 生怕里面听到 保密保了一路了 很激动是不是 挺激动 太激动了 今天我们隆重齐会 给63名队人寄通命 一排二番战士 吴浩泽 到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两位 特殊的颁奖嘉宾 来到我们现场 大家掌声欢迎 吴浩泽 好 恭喜你 吃了 父母的突然到来 对吴浩泽来说 无疑是莫大的惊喜 父亲亲手佩戴的军控章 不但是军人最真实的荣誉 更是儿子对父亲 最好的回报 特别感谢我父母 你把我送到这里来 让我有更多的空间 更多的舞台 在这里去施展我的拳脚 都到这里了 他妈妈哭了 我看 高兴 为你高兴的 眼泪 亲自给他带上军控章 地球心头 太感动了 太激动了 都不知道怎么 很圆满 还不够 还要继续 下次还继续在那儿 主持完颁奖仪式 趁着吴浩泽和父母团聚的时刻 继承宇要到码头 迎接一位母亲 而这位母亲 却跟连队里所有的战士 都没有血缘关系 他会是谁呢 他叫黄霞裙 在花鸟岛土生土长 黄阿姨年轻时 曾经在连队 任下过14个干儿子 如今黄阿姨已经有了孙伴 不能经常住在花鸟岛上 不过每年春节 黄阿姨一定会回来 看望连队的孩子们 黄阿姨跟咱们连队的关系 应该大概有20多年的交情了 像这个营房 是我们以前官民住的营房 因为地势比较高 所以上下都不是很方便 阿姨们当时会自发地 到连队来给战士们 逢补衣服 洗洗背套 就是像妈妈一样 这种生活上的照顾感觉 对 就是这种妈妈的感觉 我们很多战士 第一次到海岛来 其实可能生活上 不是很适应 但是有阿姨们 她们这种无畏不知的照顾 给他们情感上的一个交流 就是让他们 有这种家的感觉 在所有帮助过官兵们的阿姨中 黄阿姨是坚持时间最久 感情最深的一位 官兵们无论是想家 还是遇到生活的困难 都能在黄阿姨这里 得到母亲一般的骨位和帮助 所以20多年下来 黄阿姨陆陆续续 有了14个干儿子 如今虽然黄阿姨 不经常住在岛上 但一代的官兵 把这份感激传承了下来 司务长宋伟 是现在连队里 兵临最长的老兵 不过在拍摄这张合影时 他才刚刚入伍 今天我们去圣市五龙大会 这影响挺高 真的 那时候我也挺感动 他们得了敬奖 我也那时候搞得 抱着他们来 下雨的时候 抱着他们 扛眼泪也是 他们说 阿姨我们成功吗 五龙是圣市县的 传统民俗活动 黄阿姨曾经 担任连队五龙队的教练 当年参赛的队员中 现在只有宋伟一个人 还留在连队 所以黄阿姨和宋伟的感情 也最深 人能够解释到 这地方这些阿姨 过来人家干嘛 都当成第二个故乡 相当于在这边 扎根安心 在这边海盗红绣 所以我们当时来了 这时候 我们感觉 确实人已经加一样 随着长辈们的到来 连队越来越有 大家庭的氛围 如何让大家吃上一顿 可口的团圆饭 就要看司务长 宋伟的本事了 宋伟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准备点 硬菜 其实早在一周前 他就已经在着手准备了 为了保证在各种极端情况下 都不断工 年队一直有 自力更生的保障习惯 官兵们不仅悉心 打理着蔬菜大棚 还养了不少牲畜 经过细致的处理 宋伟挑出了最好的几块肉 他计划 熏一些腊肉 给占用尝尝 主要是吃它的这种口感 因为腊肉跟新鲜的肉 肯定是不一样的 咱们用的是松针是吗 是 用的松针 因为这种松针的话 腌上来之后 它对于这个肉的口感 跟那个味道比较好 其实这些腌味 并不是很逊人 而且的确是有一股松枝的清香 来 往上看 往上看 这些腌已经缭绕在这些肥美的肉旁边了 我现在已经非常的期待 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简直太忧人了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提前熏制 现在大餐在即 吴浩泽的凤 也亮出了从贵州老家 付此辛苦带来的珍贵食材 鸡是父母亲手味大的 折耳根是父母专门在山里挖的 除此之外 菜品所有的配料 也全部来自贵州老家 主打的就是原汁原味 连队里除了吴浩泽之外 还有不少来自贵州的战士 这些食材绝对能让战友们 吃到家乡的味道 特别是那个折耳根 从入伍开始就经济到现在 总算马上就要迟到了 拿去增加就好了 那那普通话都不多了 说和言语就说完了 变好久了 没人跟你说这样的话 明显地感到大家 一下心情变得特别好 整个现场活跃起来了 这种现场系统的活跃 完全不需要人多咱们来实现 其实这几个人就完全可以做到 这些都是家里和家乡美食 所带来的力量 那么他们的年夜饭 到底是不是怎么样了呢 现在已经让人十分期待了 但是他们要吃的还不止是这些 我们岛上还有很多好吃的海鲜 在等着它 团圆饭马上就要开始了 宋伟一大早就拿到了几大箱 各式各样的海鲜 鱼虾 还活着 真新鲜 小岛团圆饭 海鲜少不了 鱼虾卸位应有尽有 但要说起最会做这些海鲜的主厨 那一定是在海岛上 土生土长的黄阿姨 这种感觉我突然觉得特别的熟悉 就感觉特别像是我妈妈来到我家 看我的厨房 一下子就能够拉近 我作为一个记者和黄阿姨这件距离 那更不用说天天在岛上生活的 我们的官兵们了 所以这种感觉会让人很轻易地就能够明白 战士们和黄阿姨这间的情侣 因为真的是太亲近了 下午三点 吴浩泽一家也来到了厨房 当亲妈和干妈都系上了围权 所有人对这个场景都感觉似曾相识 这正是记忆里妈妈的味道 这就是家的味道 现在呢 在这么宽大多的海上 左半边 这边是我们的黄阿姨要负责的浙江菜 海鲜类 右半边就是我们小吴妈妈所带来的贵州菜 那么这次的晚宴 将是两位妈妈通力合作的一个结果 同时呢 我们炊事班也会制作他们计划中的菜品 所以这顿饭不仅仅是一个军地的融合 更是浙江鲜 贵州辣 大山 和大海菜 有的一次完美融合 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 非常值得期待 在真正开始烹饪之前 处理食材是个繁琐的工作 黄阿姨负责的海鲜数量旁逃 每一个都要仔细清醒 工作量很大 您之前在做年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吃过饭吗 吃过 吃过 不过我们也这里有风俗的 不是厨西叶有寄组的吗 那我们就会 我在家里边吃半顿 然后再上来再给他们吃棉叶饭 相比黄阿姨要清洗的大量海鲜 小吴妈妈负责的贵州菜 则是食材种类繁多 宅菜切菜的任务很重 特意就是用手给它摘下来 实际上这个用刀也可以切但是 我们那边的说法就是用手摘的比较好吃一点 与此同时 司务长宋伟之前熏制的腊肉 经过最后的处理 加入了贵州菜的阵营 来看看 虽然说呢我们做这个腊肉时间并没有那么长 但是其实味道也没有差很多 我都觉得连对自己熏的这个腊肉 手感质感感觉如何 挺好 跟老家的做法是一样的 我们老家吧 还要熏一心 再加重点这个颜色 实际其实也可以的 经过了繁复的预处理 贵州菜率先下锅 小吴爸爸出手的第一道菜 活包辣子鸡就直接点燃了全场 橙色的烈焰直接让小块的鸡肉变得外焦里嫩 而铜红的辣椒则给鸡肉快速注入了贵州的灵魂 这一个辣味起来了 这个是咱们贵州菜的一个风格是吧 对对对 大 不呛都不是贵州菜 就在给它呛起来 黄阿姨能适应吗 我适应 我以前能吃 现在越严重 不适应 我戴口罩 它是炒的多 我是蒸的多 海鲜喜欢蒸的多 在黄阿姨这边 各种海鲜被蒸汽和废水 重重包围 蒸腾翻滚 黄阿姨手中的葱姜蒜蓄势待发 随着一锅滚酮和焦嫩的贝肉 爆发出一次次撕裂般的碰撞 海鲜自身的香甜 喷涌不出 乡鹿 雞肉 渠蚌 出存 蚌壳 这家菜注重的是海鲜的这种原味 所以它所有的配菜做法 都是为了能够把海鲜这种原味 鲜味都能够激发出来 但是再看我们贵重这一边 就是重油重辣 烟熏油炸 那所有的这些口味都非常的厚重 那么一个清淡鲜 一个厚重香 到底会是怎么样的感觉 这两种菜融合在一起 上面一桌上 会是怎样一种味脸上的刺激呢 这儿瞅啥呢 茶是吗 没有 没有 看它们就不看 就这都在看着就特别好吃 看着这个流口水 太丰富了 这次来这边真的有口福啊 吃这么多海鲜 太鲜不好了 来描述一下 这应该是什么感觉 妈妈的味道 随着两位妈妈联手制作的菜鸟摆上餐桌 连队官宾们期待已久的团圆饭 终于开心了 希望咱们连队能够在新的起点上 再接再厉 再宽佳季 争取更大的祭祝 刚好呢 今年是农年啊 祝你们各个农堂子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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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名官宾 就是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十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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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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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来自家乡的熟悉味道 也是用浓浓清晴 烹制的美味菜肴 2023年完美谢幕 2024年崭新登场 连队官兵们 依然会像花鸟岛上的灯塔一样 高耸在海岛之上 守护着一方的平安 海防一线守旧岁 龙腾虎月迎新年 花鸟岛全体官兵 祝全国人民 龙君吾蒙 龙马金神 龙腾自来 龙年大敬 女老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